那么另外我们这两天看到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 就是10月份的减金数据 10月份据报的据测算 10月份大概有70个股票将减金上市 涉及到113亿股 资金量是比较大的 那减金市值大概是1081亿元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跟王仁奎交流一下 这么大的减金量 因为你们大致会是经常做各种数据统计吗 这样的一个减金量的话是一个大还是小 对10月份有没有大家都看好10月份 刚才大家三位都看好吗 那么这样的减金对10月份行情会不会有负面的影响 在一般而言我们统计过 出现一个大的减金的月份的话 之前的表现往往在之前都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下跌 然后又上涨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其实在9月份的时候 创业版包中业版的很多股票其实在反弹 这也就是说我们说每一面临很大的减金的月份之前那个月 基本上都是涨的 也就是它已经把它的价格空间已经上来了 所以说这一点呢 就是说我们从从走势上分析来看呢 就是说往往在减金的那个月份当到来的时候呢 它的股价的下跌幅并不是想象那么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 这次减金哈这个我们都一直对因为永远不知道它减金量谁愿意抛多大量 对上真正压力我们只是走一步看一步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从理论上去分析 如果大半上涨的话可能减金的这个压力呢会缓一点 如果大半下跌的话反而会导致减金的压力会重 这很明显 第一的时候大家更加往外抛 对 它因为它第一的时候呢就是上是恐慌气氛 这时候呢很多产业资本它变成股民了 它的思维可能也会跟着变 大股东也变成最长下跌 对因为你不卖它就加速国际化 不止国际化 那就是往下走 所以这时候可能会涨的时候都不愿意抛 你第一的时候都愿意去抛 所以这个过程呢 当时我觉得不能一个人呢 就是减金压力一定是减分大 对市场在这种压力 而真正要看当时的市场一个氛围 看市场氛围才能决定它到底是抛一抛 当然抛不抛这个权力 是在人家手上 不在我们的手上 那当然有这组数据给大家可以提示一些什么呢 这个1000亿啊 1000亿的这个减金事实是跟9月份比 是比较大的 是有48%的这样一个涨幅 那当然它如果把它放在四季度 这边10月 12月这三个月当中呢 还是相对比较小的这么一个月份 当然每年的四季度呢 相对来讲减金压力都重 为什么 因为当时我们创业版啊 创业版搞的时候就10月份开始搞 所以到10月份的正好是整年的这个位置上啊 先不谈这些啊 那么谈一下今天的热点的问题啊 这个今天有一个板块 尽管指数是跌的 但是各股的热点还是蛮活跃的 特别是一些概念股 有什么概念股呢 叫做地热概念啊 这也是又是新的概念跑出来 那个液燃气还没炒完呢 一会跑出个地热概念 那地热概念股今天是全面的上涨 那关于这个板块 我们跟这个边峰以前交流一下 地热概念者是什么样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然后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相关的板块怎么看呢 其实地热概念和之前的液燃机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其实我们的目前说到的这个能源 包括从石油到煤炭 然后到天然气啊 到这次液燃机 液燃机主要是在一些山地盆地嘛 因为中国山地和盆地很多 那么这次的地热呢 其实更多的是在海洋这一块 海洋这一块 那么在一定的这个深度以后 它会有地热涌出 当然这里面最大的难点是在什么呢 就是到了一定的 比如说两三千米以下 它的这种钻井的技术啊 是非常难的 我们先跟观众交流一些数字啊 这个题板上 大家可以看到一组数字 那么有些数字 我可以给大家念一下 就是说有关的相关评价 认为中国的浅层地热能源 相当于95亿吨标准煤啊 95亿吨 如果每年能够把这个浅层的能量 能够开发出来呢 大概是相当于每年可以达到 3.5亿吨的标准煤 这样的一个当量 那么这个中国大陆 这像看大家题板看了 中国大陆3000米到1万米之间的 这个这个地热的能量嘛 这叫干热盐资源储量 相当于860万亿吨的标准煤 那么是目前中国的年度能源消耗总量的26万倍 那这个听起来是非常惊人的这么一种数字 好的 那么你再接下来 我觉得就是其实它是反映了我们管理层的一种态度 就是中国对能源储备 包括对能源开采这一块 未来的很多年可能会是一个集中的一个爆发期 中国目前的我们的能源自给率 我们看到的数据大概是在48%左右 能源自给率50都不到 那海外比如说像我们隔壁的印度 它就更低只有20多 全部靠进口 那这个时候你就基本上是受制于人嘛 特别是当你的货币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的时候 你就更出现 那美国我们知道前两年 美国在11年的时候 10年的时候突然间开采出一支叶炎气的这个大的景 使美国的自给率从70%达到了接近80%多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未来中国又是人口的大国 所以呢我们浮原很大 但是我们的石油的储量确实不够 那么煤炭的这一块我们其实这两年消耗也已经很大 所以未来我觉得无论是页炎气还是低热 都会做一些开采 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工程 所以今天你看今天长得比较好的都是一些什么 都是一些设备类的企业 相对是中上游的一些企业 因为储备的东西现在其实真正的开采都没开始 所以它比页炎气我觉得又要往后一块 又要往后一块 但是呢我觉得它的整个炒作的逻辑和页炎气是一样的 先是比如说钻井开发的 这些相对的中上游的企业先开始往上跑 但是这个方向我觉得有可能会反复的复制这种页炎气的炒作风格 当时大家还记得页炎气的 比如说像当时的这个这个江钻股份 杰瑞股份 其实炒起来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公司也没怎么 但是确实在今年 我们说它是炒题材吧 但是我觉得它它的里面是反映了许多政策的前瞻性 整个股价确实还是有一定的表现 所以我们是觉得地热这个板块 有可能还是可以去关注一段时间 无论从投机还是长期的政策性的扶持来看 是有活跃的这个前瞻性的 你是觉得长期可以也有很强 它的波动性是一定在 你不能说这是一个价值投资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有前瞻性的政策题材的一个板块 而且会反复的活跃 反复的去做 那关于同样的问题 我们跟这个王仁慧交流 你赞同吗 他觉得这个地热非常的好 目前还收拾一些技术的瓶颈 像液气三轮就是几轮招标 股价在中间每次摘标之前都有这个反应下 但现在摘标过来 股价也不大反应了 因为还是受制于这个技术的这个壁垒 从目前毛统业上说 开发低热浅层低温还可以 那么高温的话 深层就基本上目前技术都不能突破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停留在一个应用的概念层面上 所以说除非又像液气几轮招标下来 可能会那些设备会反应会强烈一点 否则还是停留在概念上 你是现在来讲 今天是偏概念性多一点 因为在美国做低热做现在 也不是打到非常理想的一个地步 想想也是 如果低热那么容易开发出来 咱们又不用干别的了 是不是 就是浅层低温的是可以利用的 现在目前在中国已经很多城市在做了 好的 当然这不管怎么样 不管将来能够变成什么样的生产力 至少这个概念一出来 股价我们刚才看了 几个领头的股票全都涨停板了 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那么另外还有一组数据 是跟边卉交流一下 就是三季度的报表的业绩的预期 我们可以看到相对的一些报表的数据 不叫报表数据 就是预告了 预告的一些数据现在出来了 那么看从现在预告的数据情况来看的话 应该似乎不是非常的理想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有大概900多家 企业 978家上市公司有了三季度业绩预告 其中报喜的有508家占了52% 报优的462家占了47% 另外不确定的5家 那关于三季度报表这个情况 你怎么看 这是已经预告的900多家 接下来的一周 大概基本上公司都会预告一遍 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 我给大家几个数据 去年的同期三季报是62预期 预期的62 那我们今年少了 我们今年现在已经是900多家 我们做了所有上市公司的预估 今年预期大概是在40 预期是40 你估计40 一半都不到 一半都不到 那也就是说上个公司 半年报只有43 就半年报预期的时候 预增的只有43 所以说整个业绩还是在往下 大概的反映了一个情况 就是增收不增利 大部分的企业它的主营收入 还是可以保持15%到25的增长 但是最后净利润 可能还会出现10%到20的下降 那就利润跑 全部跑的那几个大甲 类似于像银行 一方面 第二方面就成本的上升 还是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们看到 基本上和二级报的情况 基本上半年报是一样的 就是上升的那些行业 餐饮旅游 食品 传媒 银行 都是增速 大概我们预计在15%左右的 下降的 大家都能猜到 化工 钢铁 建材 问题是这样 如果说你觉得 只有40%的企业利润 可能是增长的 跟你刚才所说的 你认为四季度后面航行 可能会比较好的 这个是不是有点矛盾 我们觉得在10月份的时候 我们认为是找到那个拐点 所以我刚才说的是一个L型 我们不认为指数 会有大幅度的表现 我们现在说的10月份 就是要公布的三级报 它反映的是什么时候的业绩 是反映的是7、8、9月份 它反映的其实是7、8、9月 我们如果现在确定的经济是 9月份到10月份左右 是见到一个低点的话 那么它的业绩的真正的复苏 其实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明年的春节元旦左右 所以我们只要现在找到这个拐点 我们说的是不创新低 我并不认为指数会有非常大的表现 只是在这个位置横盘震荡 然后业绩如果会有慢慢的 有一些企业行业上来的话 可能会在11、12月份以后 才会有更好的一个表现 可能是这样一个容器 好的 当然还关键 还是要看后门的数据 只要业绩的拐点找到了 那么股市的拐点 也就至少也就不太远了 就带来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刚才编辉也是谈到了 他是比较看好低热概念的这样的股票 那么王仁葵 你有没有看好 你刚才谈到了 就10月份至少可以操作 10月份也是不错可以做的 如果要你做的话 你前面也不是 你对低热概念 也表示只是一个概念 没有业绩的支撑 那如果要你做的话 你觉得什么可以关注的 因为四季度我们在维稳的前面来看 我们基建投资 在前段时间在9月份 重新优速升温 所以围绕这一块 我觉得水泥中期还是中西部的 还是可以去观察 第二点就是移动互联网 最近我们看到iPhone包括三星在移动中端 在网络方面一起比拼 我们认为这一块可能会成为大消费 就是电子中端消费里面的 刚才说的还是周期的水泥 对 这是周期类的 第二点就是我们 新经济的互联网 对 新经济的移动互联网 因为它的增长的数量已经超过过 过往的这种传统的模式了 跟苹果和三星相关的这批东西 所以这一块可能会突破 这种消费的传统的消费理念的领域 它是电子消费 或者说移动中端的一种消费 这一块我觉得跟中长期应该看好 还是跟9月份看好的 市场走的热点还是相对比较接近的 比较接近 比较接近 那么10月份 现在十一长假刚过 看了那种消费数据 你觉得有没有可以值得我们关注的 中国的消费潜力还是比较大 我们的黄金周旅 确实看到了中国的消费信心 第二点就是我们刚才 为什么提到电子消费 就是因为在这一块 科技突破是最快的 所以我们认为这一块 它涵盖了不同年龄的消费群体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 可能在未来 可能会有相当多的 优优企业会脱颖而出 还是看好移动互联的这块东西 那么下面关于股指期货 我们跟官慧交流一下 股指期货在近期操作上 你今晚看好 我们先说短的这部分 比方讲明天或者近期的操作上 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从近期操作上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认为这个短期 还是短线多单为主的 这样一个操作 那么中期可能由于这个基本面 和整个比如说周线和月线 级别的这个技术面 都还没有走好 那么中期的这个弱势 短期还是很难改变 而且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这个持仓结构的问题 那么目前1210的这样一个主力合约 多头的这个总持仓呢 是在43,800 那么空头的总持仓呢 前20名是在这个49,000 那么这样一个差值呢 只有5000 跟此前8月底9月初的这个差值 峰值在这个14,000 12,000这样的一个水平 都是差别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认为短期股指 应该是在这个有酝酿反弹的 这样一个节奏出现 但是呢 你刚才说短期做多嘛 风低做多了 是的 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大概的位置 大概在什么位置上可以去做 那么目前从今天整个盘面的走势来看的话 那下方的这个均线的支撑还是比较强的 我们认为在这个2250点附近 还是可以做一些这个多单 那么子损呢 就是下设20点为这个子损点 做这个短多入场的这个节奏 好的 观点非常的清楚 2250点附近做多20点止损 掉下去的话就止掉 上去的话也可以 当然是赚钱 获利了结 好的 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 我们看一下观众都说了些什么 国金证券给予食品行业增持评级 报告认为 在经济未出现明显好转的情况下 食品行业内上市公司业绩超越期的可能性降低 全国的主线应是低估值和确定性 低估值的主要品种是 恰恰食品和安齐教母 另外还可关注人员和渠道改善的 黑牛食品 好想你 华宝证券给予软件行业强于大势评级 8月份软件业增速创新高 报告认为 伴随着板块整体估值的下移 股价下行空间已经不大 四季度软件行业业绩高峰期将至 是优选个股的买入良机 建议关注东软集团 彭博士 照日科技 润合软件和美亚光电 奇鲁证券给予有色金属行业增持评级 报告指出 未来流动性的释放将刺激金属价格逐步上涨 特别是贵金属将成为重要的投资品 目前全球铜市场供给仍然短缺 QE3的出台 或将刺激铜价重返每吨8500至9000美元上放 建议关注经营稳健 且具有估值优势的山东黄金 中金黄金 铜银有色 和当前试镜率处于历史最低位的铝及千金板块